內地一名任務在小紅書講話 由於兒子叫做易臣 普通話和一塵同音 所以今年五月出生的女兒就叫做筆艷 取自成語一塵筆艷 相信不會跟人撞名 因不少人都留言表示 正為新生子女的名字 苦怒 蕭然筆艷這個名字絕了 其他網民就建議 黃小米 黃金山 黃青山 黃小米